身在蔣氏王朝的文武勇三太子 中了混血 帅气挺拔 和女明星的花边情史 向来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昨夜的一场 蓝色的梦 婚后沉稳的嗓音 低音歌后 蓝笑铃 俏丽杨派 曾罗列在蒋孝文的烈焰名单中 气质优雅 清秀可人的邓丽君 也曾是目标 让他起心动念 展开热烈追求的 还有港星顾美 自己的回忆录就是 《重破小到黄昏》里面有写到 就是他两次来到台湾了 第一次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还不红 所以蒋孝文他们的重点是 就是在游泯啊什么这些更大的明星身上 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成名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错话叫做小云雀 人美歌声好演技佳 小云雀红遍大街小巷 蒋太子不注意都很难 后来就是接受蒋孝文的邀约 到了那个圆山饭店的餐厅 当时的餐厅的服务生啊 看蒋孝文是外国人的脸孔啊 就拿给他这个英文的菜单啊 蒋孝文就非常生气 因为看不懂啊 不让大哥蒋孝文专美于前 风流潇洒的蒋孝武和女星 传出的绯闻多如过疆之际 蒋孝武他跟媒体界的关系是很好的 他曾经当过中广啊 还有华世的这个总经理嘛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很多 影视圈的名人跟名媛 包括像崔台青啊 张爱佳啊 都曾经跟他传友一段 蒋孝武当年狂恋 影歌是三七才女 张爱佳甚至促进大发 运用特权 恶整他当时的港新男友金川 圣竹如有一本书叫做《荧光目前》 里面就提到一段事情 那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金川跟张爱佳都在一起 蒋孝武就不高兴了 就把这个 等于就是透过情志单位 把这个金川来约谈了一下 从此金川再也不敢来台湾了 比起两位哥哥 蒋孝勇不遑多让 看上中德混血女星胡彦霓 他向邵义府请脱力捧 胡彦霓成为邵氏十二金差 后来却与男星康威高调恋爱 和蒋孝勇无疾而终 但太子周遭又何处无芳草 歌声嘹亮性感迷人 蒋孝勇被珍妮深深吸引 所以他就想尽办法 就送花找到吃饭什么的 那可是珍妮都没有接受他的邀约 后来珍妮就跟人家讲了说 他以为他是蒋家的孙子 我就一定要理他吗 蒋家三位公子后来都走入家庭 蒋孝文赴美求学时 遇到儿时玩伴徐乃景擦出爱琴火花 大家认识以后呢 就一见钟情互相喜欢 最后就结为连理 徐乃景中得混血 祖父还是革命劣势徐习玲 没另外表加上良好的家事背景 和蒋孝文可谓天造地设 但这门婚事却因蒋孝文花名在外 一度遭女方家人反对 蒋孝文出动父亲蒋经国 登门求亲才得以顺利成婚 但蒋孝文长期抽烟酗酒 36岁那年突然昏迷智力受损 他们家族有这种糖尿病的遗传 所以你等到这个糖尿病发作的时候 然后你又酗酒 这就造成他后来这个致命的一个原因 1989年4月蒋孝文因咽喉癌病逝 长达18年的岁月里 徐乃景照顾向孩子又是病人的丈夫 坚毅独立的性格 让他一生肩负长息的重责大任 从蒋经国蒋宋美龄到蒋芳梁过世 蒋家半世纪的悲与喜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而蒋下午的第一任妻子汪长师 性格却显得外放刚烈 当太太的总师会 很伤心说自己的老公在外发明不断 然后常常也找不到他人 所以之间两个人的争吵就很多 真是这个争吵还惊动到了这个官邸 半夜打电话过去 造成了这个轰动 四位都知道 这半夜打电话来不是什么好事 要不是中美断交 结果没想到是汪长师打来哭诉 公公蒋经国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帮他教训蒋孝武 对他的宠爱由此可见 但蒋下午依然顾我和台湾歌姬 崔台青的一段期最为轰动 崔台青那个是比较严重 他跟徐伟青结婚 孩子还没有出生就离婚了 他们认为他的那个孩子是跟蒋下午的 但是是不是我没有办法证明 吴崇敬的流言肥语终究压跨汪长师 他决定离开蒋家飞回瑞士 那时候的公安局局长叫王永树 处理这件事情 希望那个飞机就不要飞了吧 然后赶快劝和 蒋孝武追过去的时候 他后来还拿着枪指着对着王永树 就想说你就让他飞走 飞机就飞了 尽管夫妻俩年尽情了 但汪长师对公公还是感念 1987年外界谣传蒋经国并入高荒 汪长师和父亲汪德关决定飞赴台湾探望 与他做最后诀别 却意外完成了两岸的破冰之旅 就是香港的朋友 就是托他带回一卷录影带 就说这个这卷就麻烦交给这个蒋经国去看 发现说那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大陆人所拍摄的蒋家的现况 因为你们把我母亲的坟墓是弄得很好的 然后家乡的破坏是没有看到的 就保存得很好 那蒋经国看了就很感动了 所以他看了以后就说 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没多久蒋经国宣布两岸解禁政策 允许台湾非党政军人员赴大陆探亲旅游 而蒋孝武也和孩子的英文家教 18岁的蔡惠妹谈起了恋爱 那时候蒋孝武一看到蔡惠妹就觉得 她非常的年轻貌美 然后气质很好 所以就偷偷跟她交往 那蔡惠妹是谁呢 就是蔡依山蔡依伦的姑姑 他们蔡家其实在当时跟蒋家有这个联姻 1986年两人低调在新加坡结婚 才过了五年的美满婚姻 蒋下午病逝 享年46岁 年仅32岁的蔡惠妹 成了蒋家最年轻的寡妇 蒋家媳妇们的美丽与哀愁 如同蒋家太子们 那些年的风流运势 道尽威权正三代的浮华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